为了应付旧秦复然的太后,找了个家太监做替身,最终害死了自己的人就是吕不韦。 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,东周军打算联合各国诸侯罚秦,庄襄王文之后,任命吕不韦为帅,帅君攻灭东周,使其土地进阶入秦。 周既不四,周彼王,这次攻伐,不仅使秦国获得了河南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,更重要的是结束了延续八百年的周朝为天下共主的最后统治,为其统一天下做好了最重要的准备。 接着,吕不韦又一鼓作戏积极进攻,派蒙凹伐寒,攻取了成高,进河南行阳西北,行阳,设置了三川郡黄河,落水,依水之间,秦的边界逼近了魏的都城大梁,进河南开封,中原的新藏地区,从此被秦占有,从庄襄王元年至三年公元前249到247年期间,秦占有了大波寒帝,攻取了赵国的余子等。 三十七城,又攻取上党朱郡,金山西东南部,设置太原郡,至此,秦湛有了太行山以西地区,进出太行山的妖道,被控制在秦的手中。 但庄襄王的命运只比他的父亲好一点,公元前247年,庄襄王在位三年便去世了,十二岁的嬴政登上了王位,吕布韦的风险投资,进入了全面收益期,年幼的秦王遵他为重府,国事皆取决于重府向国吕布韦,向国吕布韦代理朝政后,并不满足于几经取得的胜利。 秦王嬴政三年公元前244年,派蒙奥在宫,含取十二城,四年派蒙奥宫位,取二城,第三年蒙奥法位,取酸枣等三十城,并设置东郡,魏都大梁及楚在秦的三面包围之中。 嬴政六年公元前241年,楚、赵、类、韩,为何从罚秦?楚王,魏从长,春申军用士,取寿陵,治韩谷,秦师初,五国之师皆败走,建自治通鉴,秦继一行国又一次打败了五国和纵公秦,楚国被迫迁独售春改称影。 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,秦接着宫取了魏的昭歌,今河南省北部鹤壁的旗县,魏的蒲阳,今河南蒲阳,嬴政九年公元前238年,秦又宫取了魏的园,蒲,扩大了东郡,使东郡从三川郡以东,沿黄河南岸向东伸展,横插在赵、魏,其之间,同时,是秦的领土与其相接,并截断了赵与韩,魏之间的联系, 形成了秦可以对六国进行各个击破的有力局面,为最后攻灭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坚并战争的节节胜利,并没有让吕不韦得意忘形。 当时,最著名的是,战国四公子,信宁军卫,春深军楚,平原军赵,孟长军,齐,秦昭王,25年即死,他们都是以李贤下士,宾客营门为荣的人,而作为即将完成统一大业的秦相国吕不韦来说, 却自愧服儒,为了研究如何完成统一全国的军政策略,如何治理统一的国家,吕不韦以优厚的待遇,广招天下世人,并集中三千宾客,为其著书。 例说,嬴政八年公元前239年,吕是春秋论事,吕不韦将书张挂于咸阳城门,并将千金悬挂于书旁。 公告说,有各方游士宾客能在吕是春秋中增建一字者,赏千金,吕不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,向天下招式该书文字的精炼,来为自己的新书做广告。 这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的最早范例,吕是春秋分为十二季,八篮,六乐,共二十六卷,一百六十篇,二十余万言,已被天地万物骨金之势,故而吕是春秋被人称为杂家,但他旁而不杂,融会贯通如,道、墨、法、兵、农、宁等诸子各家学说,有取有舍,兼容并包, 形成了吕是独特的思想体系,反映了吕不韦的政治思想学说,吕不韦主张博彩重场,假人之常,一捕其短,吕是春秋成继儒家德政和众民的思想,而摒弃儒家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谈,赞同墨家尊师,结荡的主张,却批判墨家的非公,救手,吸收法家的变化,更战,但反对法家一味的言行俊法, 由此看来,吕是春秋,对各家学派的摄取,是以如何有利于建立统一的王朝为标准的,虽然如此,但这种建立思想体系的科学方法,却给后人以极大的启示,吕不韦在政治上主张结束分裂,谋求建立,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王朝, 吕是春秋认为,战国之所以成为一个,乱世,是由于诈术并行,攻占不休的分裂割据局面而造成的,因此提出一则治,两则乱的观点,这一观点把国家是统一,还是分裂,与社会的治和乱,安和威联系在了一起, 吕是春秋还认为,乱末大于无天子,最要紧的是拥立新天子,重建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王权,以结束分裂割据的状况,为了政令的统一,吕是春秋主张,王者之一而万物正,即实行中央集权制,为了实行中央集权制,吕不韦认为,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统一的等级制度,即正名分,在国家的施政方针上, 吕不韦主张以德之为主,服以法制,他把刑得意放在首位,否定法家的单纯强调刑罚,当然,后来秦朝时政方针的发展,走向了他主张的反面,这是他始料不及的,装香王子楚去世,嬴政即位后,吕不韦在太后召基的要求下,就行复燃,又恢复了早期的关系,但随着嬴政的渐渐长大,思通太后显然是危险的, 为了自己能脱身,吕不韦找了一个新能力,极强叫烙矮的人做门客,并诈以攻行,冒充宦官献给太后,太后得到烙矮如鱼得水,后来还躲在雍城别宫生下两个儿子,因为太后的宠爱,烙矮被封为常信侯,以太元为其封地叫矮国, 吕不韦下的这招棋,虽然使自己从思通太后的事情上脱了身,但却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,这是吕不韦所有,的风险投资中下的最臭的一招棋, 九年后,即公元前238年,太后和烙矮东窗事发,嬴政诛杀了烙矮家的三族人,并杀了太后和烙矮所生的两个儿子,即嬴政的同母义父弟,车裂了烙矮的党羽和他们的宗族, 没收家产被迁徙到属地的烙矮的门客,有四千余家,太后也被迁到庸的居住,嬴政奔想借机杀掉吕不韦,但游说者慎重,嬴政没有下手,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10月, 吕不韦被霸向,迁回河南的封地,从公元前249年庄襄王继位,到公元前237年被嬴政霸向,吕不韦作为相国把持秦国朝政12年之久,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各方面都颇有建树,吕不韦入秦之初的四年间,秦国连丧三亡,加之天灾不断,叛乱迭起,局面十分混乱,外部还有强敌趁机进攻, 可谓内忧外患,面对这种危险的局面,吕不韦充分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,度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,平定了各地的叛乱,稳定了国内的政局,并有效地调动军队,击退了外敌的进攻,在吕不韦居为相国期间,秦国新取得的土地,至少有15个郡以上,占统一后全国总郡数的一半,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迁居洛阳后, 吕不韦也未复闲,一年多以来,凡有事,大臣们就过来请教,门庭弱势的吕不韦,让嬴政很不放心,此外,嬴政更担心的是自己身世的秘密,几乎所有人都知道,他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,很难说嬴政到底是担心吕不韦公告盖主, 还是为了撇清自己与吕不韦没有血缘关系,亦或是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,嬴政向吕不韦发了一纸书信,君和公于秦,秦封君和南,十十万户,君和亲于秦,号称政府,其与家属喜处属, 吕不韦终于明白,嬴政要否定自己的一切了,嬴政十二年公元前二百三十五年,吕不韦引毒酒自尽,吕不韦的最后结局,无论如何也不会在他的计算之内,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牛的风险投资商人,最后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经新设计的风险投资布局中, 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,但,无论吕不韦最后的结局怎样不堪,他确确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人,全文完。